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邓小平为主要领导人的中共高层 就首先在香港和澳门实行了一国两制 但是我们今天来看一国两制这样一个内涵 在港澳地区和在未来的台湾地区是有很大区别的 由于澳门的我们说他的体量太小 所以我们基本上不把澳门当成一个主话题来聊一国两制 典型的就是现在的香港地区 香港这个地区它是本身是有婆婆的 也就是说不管是回归前的英国是管着它 还是说回归后的中国大陆管着它 那么它都是有婆婆的 香港在1997年回归之前 那么它的港督也就是它的这个地区的最高领导人 是由英国政府来委派的 那么在那之后97年回归了以后 那么这样的一个香港特首 也是在中央政府的主持下选举产生的 并且呢要向中央政府述职 那么香港这个地区实际上在回归前和回归后 中国政权一直在里面呢是施加影响力的 那么之前呢大家知道有一个新华社香港分社 实际上就是代表中央政府啊 在那地方在没有回归之前行使一些个特殊的使命 当然也包括一些个中央部门所设立的一些个企业 实际上这些企业都担负着很大的政府的一些个使命 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华润集团 比如说招商集团啊 这都是起这个作用的 那么现在呢就名正言顺的就是中联办了 不光是香港有澳门也有中联办 这是说在这个97和99港澳分别回归之后 中央政府啊 名正言顺的啊设立的联络机构 那么对于英国来讲 虽然当时没有给香港以真正的民主 也就是说他的这个最高领导人不是香港人选出来的 那么英国呢 它是个君主立宪的国家 那么表面上来看呢 它是有一个女王 我们说大不列颠级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这就是英国的全称 那么实际上呢 我们管他这样的一个政体呢 叫明君实民 那也就是说名义上呢 他是有一个女王 有一个君主在这 实际上呢 他整个的政体都是民主选举的这样一个政体 比如说现在的这个英国首相 那么他呢就是英国的公民通过一个特殊的机制 把他选出来的 所以首相对女王负责汇报工作 但是女王呢只是一个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 所以这种君主立宪的国体在民主国家里边呢 也不乏见到 比如说日本啊 他有天皇 但是他也是一个君主立宪 那么比如说上欧洲的还有其他这个国家 他都带有王国这样的字样 实际上呢都是民主国家 那么对于英国来说 无论他的政党轮替也好 还是明军市民也好 那么他都保证了他整个国体当中 比如说新闻自由啊 司法独立啊 法治统治啊 那么这些个特征 而这些个特征也都移植到了97之前的香港 所以今天来看就是说 香港人关于这个逃犯条例啊 这样一样的一个诉求 也跟过去的啊 整个英国移植下来的啊 这套民主传统有关系 那么当然后来97年之后啊 中共给香港定的这个一国两制的总基调啊 就是这个过去的一切东西 50年保持不变 只是说把他的这个国旗啊 变成了中国的五星红旗 同时在香港象征国家主权的驻军啊 主要是这些东西 那么目前来看呢 香港这个啊 关于逃犯条例的这样一个话题呢 还正在发酵 那么至于后面怎么样 我们不在这里谈了 那我们单说这个台湾 台湾的这两天 关于这个民进党的候选人问题 已经见出了分晓 也就是说民进党由现任的台湾最高领导人蔡英文 继续角逐明年的连任大位 那么国民党作为他的竞争对手 那么目前呢 他推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唯一的候选人还没有出台 那么我们说不管是韩国瑜也好 郭台铭也好啊 或者是其他人也好 我们今天呢 就重点聊聊郭台铭这么一个话题 大家知道郭台铭啊 他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啊 是台湾的首富 那么这样一个人呢 大家马上可能就联想到美国的现任总统特朗普 特朗普也是一个成功的商人 如果明年郭台铭能够成功获选 那么他当选的年龄 跟川普当年当选的年龄是一样了 都是70岁 因为郭台铭是1950年出生 那么明年2020年他整整是70岁 这个川普呢是1946年出生 那么他在2016年获选的时候呢 他正好是70岁 那么说商人为什么要从政 很大程度上我们说 从人生的五大需求来讲 他的这个最上边的两个需求 就是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 所以权贵本身呢是每个人啊 几乎最高的目标 那么所谓的登峰造极 就是人生的最高目标 就是自我实现 所以当他在商场上能够很成功 在生意场上已经赚的盆满 拨满的时候他都想在自己的仕途当中 在政治生涯当中能够有所斩获 所以这无论是美国的现任总统川普 还是台湾准备竞争最高领导人的郭台铭 他们都从人生的最高需求上来说 可以找到他们竞选的动力和答案 当然了这个总统啊 这个位置啊 对于川普来说呢 是个素人 但是川普我们说 他做起来呢 比郭台铭啊 就有更大的优势啊 从商人从政的角度啊 来看 当然两个地方的 这个情况有很大的区别啊 美国毕竟是世界头号的啊 这么一个强国 这样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他有更高的要求 而对于台湾来讲 第一个体量很小啊 第二个呢 他又有大陆统一的这样一个压力 所以呢 他本身给他的这个空间啊 就很有限 但是无论怎么样啊 作为商人从政来说 呃 现任的美国总统和呃 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的候选人之一 郭台铭之间 他们还是有些个共同之处的 那么这里边呢 我们讲郭台铭本身 我是不看好他 为什么不看好他 我主要是从这个几个方面啊 来跟大家聊 那么一个方面呢 就是说郭台铭的商人成功 口碑并不好 也就是说他可能赚了很多的财富 但是他血汗富士康 给人的感觉就是这个人 恐怕在这个商业道德方面 是有很大瑕疵的 而川普相对来说呢 没有这么大的劣迹 啊 第二个呢 就是郭台铭这个人啊 大家都说他呢 在这个大陆方面呢 在经济层面陷得太深 而导致了他有很多地方不够超脱 这个地方呢 既是他加分的地方 也就是他不差钱 那么竞选是需要经费的 国民党现在呢 底儿比较薄 那么郭台铭的加入 对国民党的这个竞选经费的充裕 是有好处的 但是我们说郭台铭这个人啊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就是因为他大量的钱 是从大陆这边赚来的 所以呢 在两岸关系的处理方面 那么他就容易让别人找到把柄 也就是说 他本身在这个地方 不是显得很超脱 那么还有呢 就是郭台铭自己啊 说他是大陆和这个美国本身都有优势 主要是跟两方的领导人都非常熟 那么大陆这边我们不说了 我们说他去见川普啊 应该说比其他台湾地区的这些人 见川普要更容易 而且川普跟他说是好朋友啊 如何如何就这种称呼 那我们看对他来说有什么优势吗 实际上我们讲 对川普的嘴里边 好朋友这个词 不是一个很吝啬的词 他还说跟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呢 那么现在中美贸易战 两国领导人之间啊 这样一个剑拔弩张的案例争斗 已经是非常显而易见的事了 就跟今天我们在网络语言当中 什么朋友圈啊 什么动不动就称个亲呢 这类说法是很普遍的东西 并不代表真实的感情关系有多么的紧密 而川普本身和这个郭台铭之间 只是生意上的一种交往啊 比如说这个郭台铭在美国的威斯康星州 设立工厂啊 川普当时呢也给他啊 作为这个奠基的嘉宾给他捧场 这并不代表两个人私人关系多么的紧密 或者两个人政治理念方面多么认同 而这个郭台铭把川普这张牌拿出来的话 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不自信 用川普来给他背书 表明他自己在政治方面 并不是显得信心满满 那么还有一个我不看好郭台铭的重要一点呢 就是他把这个妈祖托梦当成正事来说 他可能有妈祖信仰 但是我们说这个信仰挂在嘴边上 尤其是作为一个竞选大位的筹码来说 这里边呢就有点故弄玄虚的嫌疑 尤其呢是他自己的私人飞机上面 还抱着一个妈祖像 而且把这个照片还在外边广泛的去炫 很大程度上给人一种孤名钓鱼的这种感觉 实际上也是一种不自信 我们说川普本身也是有信仰的 他也是个基督徒 但是他更多的事情 他并不是说动不动就以上帝的名义如何如何 一个政治家在选民面前更多的是务实 尤其是在这个民主进程已经推进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美国 更是这样 台湾呢尽管这个民主进程进行的比较晚 也是两奖时代之后才出现了这个民主政治政党轮替 但是毕竟到现在为止 无论是国民党也好还是民进党也好 政党轮替已经不是一轮了 对于台湾的广大选民来说呢 已经是比较在选举政治当中看得很清楚了 所以这种情况下 郭台铭再搞这种啊 妈祖崇拜 搞点故弄玄虚的东西 那么这个只能给他减分 不会给他加分 作为未来的台湾当政的政治家 台湾特殊的政治经济局面 使得这样一个当家人啊 面临着更多的挑战 我们刚才讲了 台湾这个地方呢 它是处在大陆和美国啊 这两个大的经济实体 政治实体之间的这个夹缝当中求生存 马英九当时的这个不同不独不武 那今天的这样一个状态下 能够有多大的空间 那么考验的一个政治家的智慧 无论说现在的这个蔡英文啊 还是未来的国民党的候选人上位 都会出现一个如何在加分当中 寻求他的困存空间的问题 那么郭台铭作为一个企业家来讲 那么他在左右逢源 崛起利润方面应该是个老手 但是对于他来说 在一系列的政治主张上面 没有看到他清晰的脉络 某种程度上很多人认为他是胸无良策 在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两岸关系当中 在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中美大国 日益升级的博弈当中 台湾在这个夹缝当中 怎么样让选民看到比较运用自如的主动空间 这是极大考验郭台铭未来的所谓施政纲领 和他竞选过程当中施展出来的他的未来的施政蓝图 这是非常考验他的东西 如果他没有惊人之举 凭借之前他的身世 凭借着他自己目前所出现的这些个招数 都不是让他有一个比较光明的前景 再有国民党经过了这样的起起伏伏 实际上已经丧失掉了 未来在政治舞台上进一步施展这样的资格 我觉得如果2020年台湾地区的最高领导人 不是国民党的人胜出 那么今后国民党在台湾的政治舞台上 恐怕会陷入一个长期低迷的状态 因为国民党这样的一个历史太臭了 某种程度上是烂泥扶不上墙 至于说是一股什么样的力量能够替代掉国民党 目前看不出来 无论是新成立的党派 还是之前已经存在的党派 在国民党目前这样一个颓势下 都很难承担一个跟国民党相扶并左 同时跟民进党分庭抗礼的这样一个状态 当然了未来的台湾选举选情朝什么样的发展 我们不算命啊 我们只是聊聊这个话题 总结出来我就是第一个 我不看好国民党 第二个我也不看好郭台铭 应该说我们只是希望海峡两岸能够和平相处 两岸人民能够拥有更多的福祉 两岸将来有更多的福音 这是我们期待的 至于那个第三方力量 也就是那个柯文哲 那么目前呢还看得不太清楚 也就是说柯文哲能不能够脱颖而出 能不能够力压国民党的候选人和民进党的蔡英文 在2020年之后成为一股新生的力量 执掌台湾 那么这一切呢还有大于观察 当然柯文哲有很多的话题值得我们聊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不在里边多说他了 好本期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 感谢大家订阅李聊 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您点赞订阅和转发 也可以根据屏幕信息给我们打赏 左边是PayPal 上方是PayPal转账邮箱 下方是PayPalLink 右边是微信转账二维码 衷心感谢您的鼓励和支持 请不吝点赞订阅和转发